而今年2015年下個禮拜就要結束了 您打算要去哪裡跨年呢 為了迎接2016 全台各地都紛紛推出了跨年 以及迎接曙光的活動 台南知名的北門送夕陽活動 會在12月31號的下午 在北門錦仔角鹽田登場 而北門的水晶教堂 也會在當晚5點半點登 一大片鹽田是台南北門特有的景象 今年台南跨年推出送夕陽活動 邀請民眾在入日余晖下 一起撒鹽 揮別2015年 這個送夕陽是台灣最美的一套夕陽 因為有鹽田的襯托 鹽豚還有Heavy&O 整個夕陽導引下來其實是最棒的 台灣最美的夕陽在哪裡 在雲嘉蘭 冰海 以感恩為主題迎接2016 台南不僅有鹽田美景 還有小朋友熱鬧滾滾的戰鼓秀 至於桃園跨年則是請大牌歌手 輪番戰爭表演 精采好歌讓大家搶先聽 歌手林業群為桃園跨年晚會暖身獻唱 今年主打不同世代金曲為主 由楊成林陪著大家倒數 亞洲還安排搖滾天王黃小虎 我們今年是要唱 從60年代70年代 一直唱到90年代 唱到現代 跨越時空的歌曲 對臺北跨年主持群 綜藝天王吳宗憲與露露 納豆合體 還有天后張惠妹 蕭雅燮等歌手 加持助政台北晚會 進歌熱舞的表演 就是要讓民眾開心跨年 聯邦報周宗憲 尤文寶綜合報導 和民眾密党 照顧